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只小龙猫断了一只手 看到这只手有一个伤口 他因什么事会这样呢? 因为他手不注意 纯属意外地夹到一只手 他扯出来的时候就完全脱了 加上其实有些断骨 而且手已经没有了反应 没有任何神经反应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截肢治疗 所以养龙猫也要小心回家周围的环境 不要让他容易夹到手手脚脚 就是这样的 看看这只左前手 他的手下已经没有了反应 我已经死了 好像变下了 其实这里也有一个伤口 如果不理他怕他的细菌 有机会走进身体 细菌中毒 他会死磨的 做完手术 他刚刚醒了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伤口 你看到现在只剩三只手 龙猫来说 其实他有三只脚 那些都不用贪心 一般基本能力 那些都不会受到影响 现在刚醒了 我脚在那里 有些血腥 之后也要和他保暖 吃点药 止痛 都是会痛 所以刚才也说 最主要是要止痛 我这几天都要看 有些龙猫 始终是exotic的动物 他会痛楚 做完手术是很大的压力 这几天要看 有机会跟他吃东西 要跟他吃东西 要止痛 那些都要做三五天 那些情况 都要看他主要的情况 一般伤口就不用拆线了 这些都是吸收线 通常伤口和埋口 都在说大概一到两个星期 这样的情况 他现在给一个安静的地方 给他休息 回到家里 还要喂止痛药 大概明天左右 都可以出院 之后要尽量喂食 刚才说回 最重要是看他胃口 如果没有胃口 那些都要喂回 止痛药 都要吃一段时间 大概三到五天 然后要回覆尘 看他的进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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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